那接下來我們來注意到的是 開標呢除了一次性的開標之外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概念叫做分段開標 分段開標是什麼意思呢 一次性的開標就是 我直接把你的所有標案都開 所以你的 你的標價是多少 你的資格你的內容都是要開的才知道 可是呢所謂分段開標就是我把 今天這個內容分成三個階段 三個階段不一定要是分三次 只是分三個階段 三個階段是所謂的 資格 規格 價格 這三個書名字大家記得 資格 規格 價格 那我可以把它分成三階段 然後呢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選擇分段的開標 目的是什麼呢 跟我們剛剛講的選擇性招標很像 就是我們會透過這樣子篩檢的方式 譬如說 第一次十家廠商來投標 然後呢我開完了 這個 資格標跟規格標的時候剩下三家廠商 我就把這三家廠商 拿來 作為價格標的 開標 所以呢 其他七家廠商 資格規格不合格的話 抱歉 你們閃了 跟你們沒關係 你們不可能合標了 一定是資格標規格標都合格的 剩下三家廠商 才能夠開 價格標 才能夠決定 誰是得到廠商 這個就是所謂的 分段開標 那分段開標呢你可以看到他強調的是 資格 規格 價格 那這三個是有順序的 所以你不能說我先開 價格標 不行 你要的話就要先開 資格標 那再來呢 因為他是分段開標對不對 那 這個是可以分段 邀標 所以在這邊 除了第一階段一定要公開招標之外 後面就可以 不用 公開招標 那你就說 那這樣跟 選擇性招標是不是長得很像 對 其實他本質上 選擇性招標就是一種分段開標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規定要求說 如果 你要用 這個資格標 單獨開標的話 這個時候 一定要是選擇性招標才可以 所以強調喔 你可以看到他強調說 如果你今天 是這個所謂的 要依照資格標來 單獨開標的話 除非你有21條 關於選擇性招標的形狀 否則不能夠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五種形狀 你要具備的時候 你才可以把資格標單獨開標 好 否則 資格標規格標就必須要合在一起 之後再開價格標 好那就是我們看到這邊 然後他強調什麼呢 未通過前一階段省標的投標廠商 不得參加 後續階段的部分 然後呢 再來 另外一個考試重點是什麼 分段開標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嘛 資格規格價格 然後我們提到說 假設一開始有10家廠商來投標 可是假設最後剩下 一家廠商通過資格規格標的時候 這時候可不可以開標給他 有沒有受到剛剛講到要三家廠商 才能夠開標呢 不會受到影響 所以在這個時候 只要前面10家廠商 都是合格廠商 雖然他們資格標規格標沒有通過 那價格標只剩下一家廠商的時候 仍然 可以開標 仍然可以決標給這個廠商 所以這個是跟我們剛剛講的公開招標 要三家以上廠商不一樣的地方喔 分段開標 只要第一階段 合格廠商超過三家 就可以了 好 後面階段沒有超過三家 沒關係 這一點 各位請教記得這考試的重點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各位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是在第12頁我們說 所謂的底價 那什麼是底價呢 底價是用來給 最低價標用的 我們說 最低價標指的是 我是所有廠商裡面的最低價對不對 不只是這樣 我還必須要比 機關所訂的底價 或是他的建議金額更低 這個時候才能夠成為得標廠商 如果 我的價格 比建議金額更高的話 這個時候就要透過比減價的方式 來去做減價 所以這是兩個之間不同的地方 因此 我們需要訂底價 那考試裡面呢會需要 會常考的問題是 第一個 什麼時候要訂底價 底價的訂地時機 第二個是什麼情況之下 可以不用訂底價 這個請各位注意 好 我們來看到 第一個情況 來這邊 什麼時候要訂底價 首先第一個 公開招標 是開標前 這個請劃線 第二個 選擇性招標是 資格審後的下一階段開標前 考試這個很喜歡考 很多時候會考說 資格標的開標前 要訂底價 錯 為什麼 因為資格標只是建立合格廠商名單而已 請問 建立合格廠商名單 又不代表說他一定要投標 這時候你要訂什麼底價 而且 甚至有時候我們是預先建立資格審查名單的時候 根本就還沒有標案 要怎麼訂底價 所以 因此 一定要等到 下一階段 當我們要做邀標的時候 等到開標前再來做底價 好這第二個 第三個 如果是限制性招標我們說要請兩家廠商來做比價 一家廠商做一家對不對 這個時候要在一家或比價之前 來決定底價 好這是我們看到這個部分 那底價的建立呢 要怎麼去建立這個就大家看過去就好 再來請各位注意 底價是誰來做決定 這個請劃先這個考試重點 要由 機關首長 授權人員對底價合定 再來有例外 告訴你說 如果是從不進採購 未達公告金額 可以由 承辦採購單位 進行簽報合定 這個很重要 這個請注意等一下我會再做整理喔 請注意 接下來 下面一個告訴你 什麼情況之下可以不訂底價呢 第一 有困難 有特殊有複雜 第二 最有利標 第三 小額採購 這個都是考試重點 所以我們來看到 定底價 第一 時機 所以我們講到 一 公開招標 這個是決標前喔 抱歉開標前 抱歉 公開招標的話是 開標前 二 選擇性 只要不要我寫個選就好 資格審 下一階段 我把 我把右邊的也擦掉 招標前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呢 則是我們這邊講到如果是限制性招標 就是 比價 抑價錢 好 第二個 是決定 誰來決定底價 原則 例外 原則 機關手掌核定 注意喔 考試有時候會說是上級機關核定這是錯的 是機關手掌核定 例外呢 是 採購單位 來做 所以 我們剛講到例外是由 這個 承辦採購單位 來做 錢包核定 好 那承辦採購單位 什麼時候可以核定 這個也要注意 我們剛提到 就是 重複性採購 未達公告金額的情況之下 可以由他來做 所以 重複性採購 重複性採購單位 也就是這個東西呢 過去已經買過了 第二個 如果這個沒有到150萬 好 那第三個呢 就是什麼情況之下 可以不定底價 例外 那我們剛剛提到有三個情況 第一個 是 有困難 有特殊 特殊複雜案件 A B 特殊 負負雜案件 負雜案件 第二個 是我們 決標方法會提到的 最有力標 這個也是考試很喜歡考的東西喔 最有力標 是不需要訂底價的 可以不用訂底價 因為 最有力標 不一定要用底價去做為評分 但是 最有力標是不是絕對沒有底價呢 不是 因為最有力標當中 也有跟 價格有關係的 這個請注意 第三個 小額採購 都不到15萬的還要訂什麼底價呢 對不對 好 這是我們看到 這是關於底價的部分 這也是考試裡面蠻喜歡考的東西喔 所以我們做一個比較詳盡的整理讓各位認識一下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下面這個是關於 絕標的方式喔 我們剛剛提到 絕標的方式 前面兩個是主要的絕標方式 第三個其實不是真正的絕標方式喔 第一個是所謂最低價標 最低價標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說 這個它是所有廠商裡面的最低價 而且它比底價更低 那如果沒有底價的情況之下呢 這個時候就要看說 假設今天沒有底價 那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知道它的錢有沒有最 有沒有符合我們的要求呢 這時候就要透過我這邊所寫到的 要成立 評審委員會 由機關所長授權人員對這個 採購標的價格有專門支持的機關職員 或公證人員派監或聘監 來把那個 對價格有專門支持機關職員或公證人員劃線 所以呢在這邊 假如不訂底價的話 要透過評審委員會來判斷 最低價 是否價格合理 那它會 做一個建議金額出來 那如果 這個地方跟我們剛剛的底價不一樣 我請各位注意一下 底價呢 是開標之前 也就是在我們還不知道 金額的時候 我們要先訂底價 而在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不訂底價 我們要用建議金額的話 這個時候是在 知道金額之後 再來去透過評審委員會去判斷 到底這個金額 是不是合理的 然後提出一個建議金額出來 給機關 如果認為廠商所提出的金額是合理的 他可以不提建議金額 就以這個金額作為絕標的金額 所以在這個地方請各位要去注意一下 這是兩個之間的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這邊 原則上 先審查 最低標價 由評審委員會提出建議金額 標價合理 得 不提出建議金額 這是我們看到評審委員會的功能 那評審委員會可以用評審委員會去取代 所以如果說今天是有這個競賽等等就可以直接有這個評審委員會 來 做出是不是合理金額的這個判斷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這是關於 最有力標 那最有力標的情況之下呢 在這個地方 指的是說 今天呢我們要做一個評選 要決定哪一家廠商是最有力的 那評選的方法呢 其實他考的機率不高 所以13頁這邊 我們的評選方法有 總評分法 有評分單價法 有序位法 還有其他方法 那原則上各位只要稍微知道一下 我們今天就不特別一個人會介紹 這是什麼意思 就讓各位知道一下就好 但是呢 我們要注意一下 關於 這個 採用 最有力標的情況之下呢 那原則上 在這個地方 我們 必須要經過 同意才可以 所以 最有力標 因為他是一個 很容易會受到 人家質疑說 為什麼是這家廠商得標 為什麼不是那家廠商得標 你會受到質疑會有這個採購不公正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會要求說 如果 今天你要用最有力標的情況之下 應該要經過核准 才可以喔 原則上 沒有經過核准的情況之下 你是不應該用最有力標的 這個是跟最低價格標不太一樣的地方 請各位稍微去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是最有力標的概念 讓大家知道一下